看灵动的鸟儿不一定非要去野外 重庆北贝区的一栋老旧居民楼的楼顶 每天上午十点左右都会飞来数百只的鸟儿 场面特别的壮观 鸟儿当中最多的是蚊鸟 还有白头翁 斑鸠 麻雀等等 鸟儿们聚集在这里是干什么呢 啊 吃饭了 鸟鸟 他们自己去 原来楼上有两位老人在给这些野生鸟儿们投食 李雅荣和老伴蒋文真 一位79岁 一位80岁 老两口退休之后日子过得新鲜 一天他们偶然发现自家楼顶石油野鸟前来觅食 担心小鸟挨饿 于是呢 老两口蒙发了喂鸟的想法 没想到这一位就是20年 前来觅食的小鸟从最初的几只十几只 变成了现在的成百上千只 最多的是棋子门 最多 然后有马球 有白头雲 有什么呢 有班球 好 但是小鸟最多 这儿就像是一个鸟餐厅 每到饭点 前来吃食的小鸟一波接着一波 现场挤不下了 后来的鸟儿就会规矩地飞到边上的树枝上排队等候 显得非常有礼貌 好像是对老两口的尊敬 一种的喂养记录 好 一直到现在 到2021年3月1号 鸟儿前来觅食的场面成了当地一道特殊的风景 每次看到鸟儿们吃饱之后 在树枝上欢快地树立羽毛的身影 两位老人都会觉得很幸福 我为他们 他们陪我们一起 我非常感谢这些小鸟 感谢他们 海量资讯 现在新闻 新闻